場內藍綠對峙 場外還有反核團體機動抗議 甚至有人隔著柵欄把糞土丟進了立法院 還一度企圖闖進立法院當中 跟警方爆發了推擠衝突 為了要站在第一線旁聽核四公投案 反而人士不斷推擠立院柵欄企圖重進立院 與警察爆發撐突 情況一度緊張 有富人甚至倒地情緒激動 反而團體太過激烈 即使警方極力阻止柵欄最後還是不堪一擊 還有手剛就是被他們踏著 而是要在臨時會通過 我真的很心痛 我們作為國家主人的權利 包括同時我們也在伸展所有警察朋友 我們共同的權利 反而團體動作頻頻先是將核料桶丟進立院 現場更準備一箱箱糞土惡臭難溫 身邪不滿 因為年僅16歲的有幸高中生 衝牆翻進立院 用靜坐表達庭見核四學星 他本來是要驅逼我 讓我躺平 那有一位警察踹我的下體導致我才起來 不過危險高掛布條 警方隨時在後 連續失控的抗議場面也意味著民眾對核四議題十分關注 郵電TV 陳婷 吳星輪 台北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